面团在进行一次发酵的时候 就可以来制作我们配方里面所需要的麻薯夹馅 用的材料呢其实比较简单 首先是糯米粉和玉米淀粉 把它混合撑在一起 牛奶 细砂糖 这里面是黄油和奶油奶酪 如果大家没有奶油奶酪 那就把它换成黄油就好了 如果加了的话 它的味道呢是更加好的 你吃起来反正没有那么腻 制作面包的麻薯夹馅 其实相对来说呢 我更愿意大家操作起来是更方便更简单的 所以今天制作这个麻薯夹馅 不跟我们以前做雪梅娘一样 用微波炉或者是用蒸的方式 今天我们直接用炒的方式 首先把原材料全部都简单的混合在一起 糯米粉玉米淀粉 细砂糖 牛奶 全部都倒进来 用手动打烂剂混合均匀 吸叉糖没有溶也没有关系的 就是把所有材料混合一起混合均匀 全部搅拌均匀以后 简单的过个塞 如果大家不愿意过塞 不过塞也行 材料过塞到锅里面以后 就可以 开中等的火力来进行翻炒了 炒的话呢 这个过程可能也就只要三四分钟左右 在开水的时候它是液体的状态 随着你的翻炒啊 随着加热它慢慢慢慢的会结块的 慢慢慢慢成形 炒的时候一定要用一个不粘锅 如果心里没有底的话 我们可以一开始开收小一点的火力 随着加热慢慢的 可以看到这个底部开始有成形的 粘在我的刮刀上 不要害怕 继续翻炒就行了 很快这个过程 慢慢的锅里面基本上全部都已经开始成形了 注意 受热均匀就好了 那这一步呢 这个时候需要稍微使点劲啊 把底下的成形的 我们要把它刮起来 没成形的 让它继续加热 这个时候火千万不能大啊 如果大的话 这个底部有可能就会糊掉了 就这样继续按压翻炒 在炒制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 如果它开始粘锅了 说明你的这个锅的不粘效果 可能也不是很好了 没有关系 在这一步就可以把油脂倒进来 防止它粘锅了 一般我们在做麻薯的时候 都是炒好了以后再加油脂 那在这一步 它基本成形以后 也可以把油脂加进来 如果觉得火大的话 可以稍微关一下火 或者离下火 把黄油和奶酪 按压进去就好了 慢慢的黄油和奶酪 就会吸收 把黄油和奶酪 按压到完全吸收 这个时候检查一下 整个麻薯的状态 如果你觉得它还是熟成度不够的话 熟成度不够 就会吃起来比较粘嘴 糊嘴 我们可以再继续开火炒一下 当然如果量大的时候 我们炒到 差不多的时候 炒到整个成团 完全成团 就可以把黄油和奶酪 用厨师机打到它完全吸收 不需要在锅里这样按压 什么样的麻薯就要完全熟成了 第一个 它是颜色状态 都是均匀的 没有夹身的状态 第二个你按下去 你能够明显的感受到这个面团 它是有一定的Q弹的感觉的 比如说我按下去 它会回弹 而不是按下去 它直接趴下了 把刚才炒好的麻薯 转移到烤盘上去 黄油和奶酪我们都揉进去了 在烤盘上稍微揉一下 把它的状态揉均匀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麻薯 是柔软的可以拉丝的状态 把刚才揉均匀的麻薯 放在保香膜上摊平 放凉备用 如果着急的话 就把它送到冷藏室 冷藏一会儿 让它放凉备用 把放凉的麻薯进行分割 那这个今天我要演示四条小吐司 但是呢最后一条 我会放点其他的料 告诉大家说 我们可以放核桃 或者是放这个朗姆蹄子都OK 所以呢 这个今天做好麻薯 我就分成九份 也就是说做三个黑糖麻薯小吐司 另外一个呢 我们做黑糖核桃 或者是黑糖蹄子的吐司 给大家一个相对的参考 已经切割好的麻薯 沾点玉米淀粉 放在旁边备用 等会儿在操作面团的时候 我是不戴手套的 所以想要拿它 最好给麻薯做一下防粘处理 如果大家有这个戴手套的习惯 那这个时候呢 麻薯不做防粘处理也是OK的 麻薯切成长条以后 大概了拉长一下 等会儿在裹的时候方便裹入 延展性还是非常好的 裹了玉米淀粉以后 抹上保鲜膜备用就可以了 趁着二次发酵的功夫 我们现在来做表面装饰用的黑糖的酥粒 这酥粒用到的材料也是非常简单的 首先是黄油 黑糖 滴粉 和可可粉 那这里面增加了一点可可粉 是为了增加这个黑糖酥粒的颜色 否则看起来可能会不太明显 主要取调色的作用啊 不是调味的作用 这个提前切好的黄油丁 是放在冰箱的冷藏是冷藏的状态 跟我们做饼干其实很像 把配方里面的黑糖粉倒进去 倒进去以后 我们需要把面粉稍微过筛一下 因为这里面有两种粉 首先过筛一次 接下来把它过筛到我们的酥粒里面去 全部都塞进去以后 我们用手掌来搓 手指的指腹捏一下 把材料混合均匀就可以了 这个其实跟咱们上次做雪球曲奇 这个步骤其实非常像啊 这个道理就是相通的 把所有材料捏合均匀就可以了 我们一直用双手去捏 指腹去捏 同时呢 带着一点搓的动作 然后整个碗里面现在是这种细刷的状态 那这种状态其实跟我们做饼干很像啊 搓到这种状态就OK了 那这个状态呢 我们把它放到冰箱的冷藏室去冷藏 冷藏个一周 OK的 或者是长时间不用 那你就把它放到冷冻时 进行冷冻 冷冻一个月 也是可以的 那用之前呢 不用解冻 直接拿出来用就可以了